高雄有路跑賽 而在台中這兩天呢 則有台灣小型車的公開賽 吸引了各國好手來參加 其中還有一位 只有16歲的台灣級混血美女 一輛的卡丁車呼嘯而過 台灣小型賽車賽 20號 21號兩天 在台中力保樂園熱鬧登場 除了吸引不少國際好手參加 火辣的模特兒 也是賽車場上的焦點 台灣小型賽車公開賽呢 是目前我們國內呢 小型賽車最高階賽事 他是通過中華賽車會認證的 全國級最高等級賽事 吸金的還有他 台灣級的南非混血美女 陳旭妍 才16歲就已經贏過多次大獎 賽車經驗豐富 F1賽車知名主播羅賓的女兒 也首次參賽 表現不輸男選手 我從小時候就經常 在賽車上周圍看 然後就一直很喜歡賽車 前幾年我也是有在做一些 國際賽事的報道 所以就很開心我可以 往這個方向來發展 聯合報陳秋雲台中報導 救護宣服的 介紹 沒有